这阵子大家一定都闷坏了 因为全国三级警戒从5月19号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三级警戒也将到6月28号 到底会不会再继续或是解封呢 今天指挥官陈时中说我们全国将会一致 明天就会宣布 那行政长苏贞昌在早上的防疫会议上面要各部会盘点 能不能有条件来作为调整 那就我们掌握完监指挥中心的专家会议 将会对这个严不严长这件事情来进行讨论 23号就是明天上午防疫会议上面 会再向行政院长苏贞昌进行报告 会做出最后的裁决 那一旦三级警戒确定延续 将会持续到7月12号 那明天也将由指挥中心正式对外来做公布 那目前最有可能朝的方向则是三级警戒持续两个礼拜 但部分场馆会适度来进行松绑 原则上是要能确保人流管控跟戴好口罩 所以要各部会先拟出防疫的规则跟规划 经过指挥中心专案来进行核准 那当然像是博物馆展览馆电影院等等的 也有可能是微解封的类别之一 或许民众可以期待一下 那也根据我们掌握今天上午行政院的防疫会议上面 院长苏贞昌也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降二级的标准 因为苏贞昌发现说都有升级标准明确的来订定 但降级的标准却没有 所以要指挥中心针对这件事情来进行讨论 那双北今天的本土确诊案例 是连续两天都跌破百利 算是比较趋缓 但最近也因为爆出北农的群聚事件 各地方政府都不敢大意 包含新北市长侯友宜 认为解封有条件吗 高雄市长陈其迈则认为 非常担心双北的疫调 似乎仍旧非常忧虑 接下来会有疫情反弹 以上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形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